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排期的前景在这方面 那么大家可以有不同的关心的重点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还是需要采取行动 我们知道南宋的时候 或者叫北宋和金兵交战的时候 有的说法叫议论未定而兵已过河 空谈回物事 东晋的时候也有说崇尚空谈导致神州路沉 我们在这里主要给大家讲一下说NIW申请 为什么你如果还没有办的话 应当认真考虑 积极尽快的来办理十大理由 我们这个讲座主要是面对出生在中国大陆的申请 对于其他类型的申请人 我们有我们英文的YouTube视频可以参考 另外关于NIW本身是什么 有什么标准 要怎样能够得到批准 有什么样的案例 这个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 在其他的视频里头也已经有了充分的讲解 可以参考 我们这里来看一下 为什么要尽快申请NIW国家利益豁免绿卡的十大理由 第一条 NIW相对来说仍然比较容易批准 无论如何 如果移民申请没有批准 那你关注排期名额和后续的其他问题 就没有什么用处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NIW相对还是比较容易批准的 比如说可以在你博士毕业前申请 我自己就是这样 然后通过NIW拿到绿卡的 也可以在没有博士学位的时候申请 我们有很多成功的客户 有硕士或者本科的学位 在论文和引用不多 没有审稿的时候也可以申请 或者比如本科毕业有五年经验 或者有其他特长也可以申请 如果不是理工类是其他类别的也可以申请 尤其是NIW看重将来对本领域的贡献 对于各种在当前条件还不那么强 但是从事比较重要的工作研究项目的申请人会比较有利 另外NIW还有一些其他的优点 这个有一些人可能已经熟知 比如说不需要已经有在美国的固定工作 不需要有雇主支持 可以个人自主申请 可以中途换工作 不需要先完成这万货免 或者申请人也可以回中国 完成两年服务期 同时等绿卡牌期等等 所以相对来说比较适合中国的学生学者 这是第一条 NIW相对仍然比较容易批准 第二条 你申请NIW可以获得较早的优先日期 而避免两手空空 目前我们知道EB1申请有较多的不确定性 有一些移民官就比较unreasonable 无论如何 他就坚持说申请人case不够强 会denay这个case 那么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 此前已经有比较多的EB1申请通过了 现在移民局需要控制人数 因此有一些人经过了两次甚至三次 EB1申请都没有得到批准 那么如果他不申请NIW 那么就两手空空 连一个优先日期也没有 反过来如果已经早申请了NIW 有了NIW的批准 那也就有较早的优先日期 可以作为一个安全网 大家知道这个优先日期 是你NIW申请提交的日期 而不是被批准的日期 所以只要被批准了 不管是三个月 八个月 还是十个月批准的 你在队伍里的位置是一样的 就可以放心的规划下一步的职场生涯 第三点 还可以有灵活性来选择 是否继续准备EB1 有人说我想申请EB1 不想申请NIW 这两者并不是互斥的 并不互相影响 不是说你只能申请其中之一 那么比如说 你现在背景可能不那么强 或者你在某一个州 可能immigration officer 相对来说有更严格的标准 那么你先申请NIW的较早的优先日期以后 如果需要在条件成熟 自己ready的时候 还可以再申请EB1 这样可以用较早的优先日期 又可以灵活的选择排哪一个队 比如说你过了半年 一年再申请EB1 不管批准了没有 都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批准了当然好 如果没批 你重新再申请 仍然都可以用较早批准的NIW 那个优先日期 第四条 我们讲到S386法案 前一段很多人关注 目前有一些退潮 那么假如说这个法案 经过支持者卷土重来的努力 最终得到通过 那么会怎么样呢 这个法案的文本里头 有一个do no harm条款 就是说承诺140已经批准的申请人 包括NIW批准的 不会因为这个法案 而等待更长时间 这个实施细则呢 还不清楚 有可能会通过临时增加名额 从未来的若干年的名额里 减去的办法 那么这个法案什么时候通过呢 当然要看多方博弈的结果 这个不容易预测 但是呢 如果你早提交了NIW 尤其是早获得了NIWI140的批准 那么呢 你就得到了更多的保护 即使考虑到法案通过的时候呢 你的140没有批准 那么我们想到呢 因为全世界各国都会受影响 可能也会有其他的补丁措施 来增加名额 缓解问题 那么你有NIW批准呢 在等待绿卡的时候 在工作变动上呢 会比较自由 大家知道比如说140批了 H1B可以延期超过6年 配偶呢 可以用H4EAD工作 即使离开美国 NIW也仍然继续有效 而反过来呢 比如说 有的人申请H1B 那么在延期呀 或者回到中国 被check呀 工作出现变动 这个PORM呢 可能就要从头再来 另外再申请一回 甚至有更严重的情况 那么下面呢 第五条 如果S386法案 没有通过 一切照旧 那么我们考虑到 中国申请人数量越来越多 根据目前的排期形式 因为印度人等的时间 比中国长 所以拿走的剩余名额更多 中国申请人 能拿到的剩余名额 会比较少 那么当然是早做申请 在队伍里 有一个较早的位置 会比较好 此后呢 即使你转行做别的 比如说从学术界 转到工业界 那么呢 只要你有意想 在拿到绿卡以后呢 继续做 和申请NIW的时候 专业相关的工作 就有可能呢 继续通过 此前批准的NIW I140 来交485 或者办移民签证 拿到绿卡 即使呢 你转到了完全不相干的行业 举例来说 从生物 化学 专业 转到了金融 IT 房地产 等等 你也还可以考虑 办其他类别的绿卡 比如PORM 仍然呢 可以使用NIW 给你带来的 较早的优先日期 接下来第六条呢 我们估计 EB1的排期时间 不一定会比NIW短多少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中国 印度以外的 其他国家 很长时候 包括现在 都是EB1类别 有排期 而NIW没有 这说明什么呢 来自世界各地区的 EB1申请人 人数众多 那么中国的申请人呢 在EB1类别 以后可能能拿到的 剩余名额 会比较少 实际上呢 美国国务院主管排期制定的 官员 奥本海默 最近也提到 中国EB1申请人 可能一年里头 拿不到剩余名额 只有属于自己的 7% 2800个名额 那么 另外呢 从需求方面来说呢 印度的 EB2 EB3 排期形式呢 造成越来越多的 印度人 申请EB1C 中国的 EB5的 漫长排期呢 也让更多的 中国申请人 会选择EB1C 另外呢 S386这个法案的报道 这方面的威胁呢 也会让世界 其他国家的申请人 更多考虑EB1类别 这样呢 在需求方面 会继续增长 有一个供求不平衡 当然也会拖长 EB1类别的排期 比如说呢 当前 在2019年10月 决定绿卡是否批准的 Final Action Date 或者有人说叫表A 那么中国的EB1类别呢 只排到了2016年的 11月10号 距离当前的日期呢 有将近三年的时间 如果你是EB1B 在排期到的 以前呢 换工作 往往需要重新办140 即使你是EB1A呢 那我们看到 如果一个A批准 当然好 如果没有批 那你一直等待呢 140批准以后 可能还有较长的排期 不一定比IW会快多少 接下来呢 第七条 我们知道呢 EB1 EB2 EB3 这个123类别呢 可以有一个升降级的选择 比如说呢 如果NIW排期拖长 一些Perm类别的EB2申请人 可以选择降级到EB3 另外一些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呢 可以尝试申请EB1A 或者EB1C 这些策略呢 在过去若干个月 绿卡排期相继公布 前后变动的时候呢 已经有很多中国人使用了 以后呢 这种现象可能也会更普遍 这样的升降级存在呢 也使得EB123类别 排期不会相差太远 接下来第八条 原因 中国申请人呢 数量众多 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访问学者数量很多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现在在美国有30多万中国留学生 其中呢 读博士学位的就有5万多 另外呢 每年还会新来超过10万人 每年用这签证进入美国的中国人 超过5万人 当然这里面不全是访问学者 也有家属 也有做其他交流的 但是访问学者的数量显然不少 另外呢 还有上万人来自中国 持L签证进入美国 还有一万左右的 拿O签证 那么我们看到呢 这样的申请人数量还是很多的 还有其他的呢 比如说可以有从中国直接申请的 目前呢 中国EB123类别绿卡排期呢 比印度的短 这个呢 很大程度上一个重要原因呢 是现在这样为数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呢 在毕业后 没有拿到H1B工作签证 或者主动 或者被动的呢 要离开美国 这个当然呢 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任何事都有两面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的绿卡排期 印度为什么有那么长的绿卡排期呢 因为他们拿到的H1B多 但是呢 这种现象不是永恒不变的 有几十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呢 也是最近若干年的事情 那么目前呢 很多留学生还在学校学习 或者呢 在一个学位毕业以后呢 再读另外一个学位 随着时间推移 越来越多的留学生会毕业 那么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不管是办理 NIWEB1 Perm 还是其他类别的 申请绿卡的数量会继续增加 那么相应的呢 如果绿卡名额没有改变 排期也会越来越长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如果你早办NIWEB的申请 可以在队伍里有较早的位置 显然是有利的 接下来呢 第九条 我们有一些可以向印度人学习的地方 比如说Google公司 微软公司和其他一些大公司 CEO都是印度人 尤其是IT领域的 在当前呢 面临EB2 EB3类别 漫长的排期 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 而是设法呢 取得了一些福利 比如H1B 可以使用超过六年 H4 配偶 可以有EAD工作等等 同时呢 还在积极的想办法 增加给自己的绿卡名额 那么NIWEB的申请人呢 应当说 在很多情况下呢 比这一类的IT员工呢 在绿卡申请上 有一些优势 比如说 不需要由雇主支持来申请绿卡 换工作灵活 不需要在工作变动后 从头再来 如果离开美国 到中国或者其他国家 工作几年 也不影响 绿卡申请的继续等等 我们知道呢 除了H1B签证持有人 你现在拿F签证 或者J签证 也有机会申请NIWEB 目前呢 和在美国持H1B签证的 几十万印度人相比呢 NIWEB来自中国的申请人数量 仍然是比较少的 虽然中国留学生的人数 大大的超过印度 尤其是博士生数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中国的学生学者 也应当抓住时机 不要为难放弃 而应当现在选择坚持 以免以后后悔 最后一条 第十条 我们感觉到呢 有一些中国申请人呢 有这个迷之自信 给intitle们 认为呢 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自己想要 绿卡就会轻松到来 那像前面我们已经提到 从数据分析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读博士的 现在再读的就有五万多人 按照平均读五年来算呢 每年都会毕业一万人以上 还有往届毕业了 正在用OPT H1B O1 J1 等等在美国工作的 还有每年几万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 从中国直接申请的 还有理工科以外 商科 文科 艺术 体育 等等类别 和其他类别的申请人 还有EB1C 跨国公司经理 等等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申请人总数也是比较多的 相比之下 每年中国申请的EB1 主申请人得到批准的 不过几千人 其中EB1A 主申请人大概只有 两千多人 这样悬殊的一个供需比例 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EB1A 结出人才类别 批准越来越难 那么为什么移民局 就一定会批准你的申请呢 是吧 我们说的通俗一些 美国并不欠你一张绿卡 那么举个例子 在中国 很多人能够拿出 50万美元 办EB5 投资移民 对于这些人呢 法律要求 至少他们要有 100万美元以上的资产 或者20万美元以上的年收入 这个呢 在中国可以算是 通常意义 所谓成功人士了吧 但是他们还不是要面对 目前十几年绿卡排期 有子女超龄等等问题 而目前看不到 什么可行的解决办法 而如果你办理NIW 国家利益豁免 绿卡申请呢 只要花这个费用的一个零头 还可以呢 要弯道超车 不需要等那么长的时间 对于基本符合条件的申请人 你当然可以考虑办EB1A 但是呢 同时应当认真考虑 办理NIW 移民局I140的费用呢 还不到EB1A PP加速审理的费用的一半 而其他尚未符合EB1 条件的这个申请人呢 更应当尽早的考虑 开始NIW的申请 以上呢 我们列举了十条理由 大家也可以参考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看我们文字版的内容 更多了解 这里内容应当说相对比较丰富一些 希望呢 够得到大家的重视 认真的考虑 有一句话叫 临渊献渝 不如退而结往 另外一个说法说叫 种一棵树 最好的时机是十年以前 其次是现在 我们新卫名律师事务所 已经有超过十年的历史 从多年前呢 就积极的支持 帮助中国学生学者 和专业人士 来办理NIW绿卡申请 比如说我们见到了很多呢 在2016年申请NIW的中国人 他们在前几个月呢 已经排期到了 能够提交S85 获得了各种便利 现在在等待绿卡 但也有一些呢 当时没有申请 因为拖延症 因为比较忙 因为没有打定主意 等等原因 一直就拖了下来 现在也联系我们 表示呢 相当的遗憾 惋惜后悔 那么从大的图景上来看呢 现在全世界的人口呢 已经超过了77亿人 每年呢 还继续竞争八千万左右 到2050年呢 估计会达到100亿左右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全世界仍然面对着 前所未有的变局 我们希望呢 我们的每一位读者听众 都能够利用好自己的时间 对自己负责 好 我们这个讲座呢 讲到的是2020年 你要办NIW绿卡的十大理由 有更多的疑问 或者说呢 要取得免费评估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我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